烏爾戰爭儘管是區域戰爭 但因為北約國家的大量軍援 讓各國可以在這場戰爭中測試各式現代武器 運用最真實而且嚴峻的實戰環境 才有辦法測試出武器的問題並進行改進 俄國派出從二戰結束開始直到現在的所有T系列主戰車 而北約這邊則是出動冷戰時期的鮑一 以及現代的鮑二艾布蘭以及挑戰者二型 然而卻有一款戰車同樣位於世界第一梯隊的主戰車 但是卻沒有參與這次的作戰 你沒猜錯就是世界上號稱最為先進 價格最為昂貴的法國主戰車勒克萊爾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來聊聊法國精銳主戰車勒克萊爾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輛從服役至今 基本上沒有參與過任何高強度作戰的北約主戰車 是真的精英中的精英 高科技的設計可以激壓全場 還是延續法國一直以來的尿性 設計無可披靡 戰場上卻尿頓後撤 在影片開始之前 要先鄭重宣布我們開啟會員頻道啦 為了要降低演算法以及黃標對頻道收入的影響 在經過兩年多的考慮之後 還是決定開啟會員功能 如果有餘力 想要支持我們做出不被外部影響的軍事內容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感謝大家 其實在二戰開始之前 俄國戰車部隊的實力就不容小覷 但是因為馬其頓防線的戰略性錯誤 以及法國戰車過度注重防禦 導致對抗德國的高機動性閃電戰 直接被打得措手不及 你裝甲再好也一點用也沒有 德國人繞過去就可以直接贏得戰爭 這導致在戰爭結束之後 法國人直接把戰車科技術全部點到機動性上 像是有名的第二代主戰車AMX30 以及搖擺砲塔的AMX-13 都屬於裸奔戰車 當然這樣的趨勢也不是只有法國這樣搞 隔壁的德國也同樣搞出裝甲同樣吸爛的暴衣 當然裝甲插件的問題 在單兵反戰車武器推陳初心之後更嚴重 法國的第三代主戰車 勢必要在裝甲、防禦、火力的戰車三要素中取得平衡 這次法國重道復撤決定再次找德國合作 為什麼說再次呢? 因為在二戰結束之後 法國就曾經找德國搞第二代主戰車 然而不出意外的 法國人再次因為戰車設計理念不同 最後分道揚鑣 合作研發的失敗 導致寶貴的研發實踐已經被浪費掉 其實在當時 法國也曾經考慮 直接購買外國成熟的戰車產品 像是德國的鮑爾 以色列的梅卡瓦 或是美國的艾布蘭 但是最終都被否決 還是決定自行研發第三代主戰車 有趣的是 部分法國人認為這輛車的性能過於優異 已經不能算是第三代主戰車 應該要分類為第四代主戰車 至於事實是否如此 我們接下來聊 儘管當時法國在1977年 就提出新戰車的需求 但是直到1985年 設計方案才定案 更是到了1991年年底 才正式開始量產 這導致相較於挑戰者 以及艾布蘭 可以在波斯灣戰爭中大顯身手 勒克萊爾在戰爭爆發的當下 還卡在生產線上 在設計上 勒克萊爾的火力防護 以及機動性性能 的確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但隨之而來的 則是極度高人的造價 勒克萊爾的單車造價 高達1000萬美金 大概是艾布蘭主戰車的1.7倍 鮑爾的1.8倍 更難過的是 冷戰結束之後 法國軍費嚴重縮水 導致原本1400輛的生產計畫 最終被縮減至406輛 也因為本身高榮的造價 導致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也不佳 想要依靠外國用戶 來降低價格更為困難 目前全世界 除了法國本身現役的354輛之外 只有附到流油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有採購額外的388輛主戰車 在設計上 勒克萊爾 與其他北約主戰車 在外觀上最明顯的不同就是尺寸 雖然同樣是負責擔任裝甲矛頭的主戰車 但是法國戰車的尺寸 導致車體內部只需要三位車主員就有辦法作戰 這方面的設計與俄國戰車類似 這代表俄國戰車正面截面積小的優勢 法國戰車也有 但與俄國戰車不同的是 法國的自動裝填系統才是主體 主砲是後續加進來的設計 就像是A10的設計主軸 是那根巨大的30毫米機砲 機翼、座艙都是後續加上去的 勒克萊爾則是先設計裝填系統 後續才把砲塔以及主砲設計出來 這導致在系統整合上 法國戰車遇到的問題更少 自動裝填機也因為位於砲塔戰鬥室的後方 採用平推式的裝填設計 不只可以裝上砲塔上方的洩壓門 以及砲塔內部的彈藥隔艙 來確保彈藥被命中後 不會直接像俄國戰車一樣飛砲塔 也因為大部分的彈藥位於砲塔後方 砲塔更好的裝甲 更容易保護彈藥架的安全 但同樣的 勒克萊爾在車身內部也有額外的彈藥艙 位於駕駛右側 這樣的設計主要是希望車體的正面組裝甲 可以有效擋下穿甲彈的攻擊 畢竟車身側面的裝甲防護較差 如果像是俄國人 把車身正中央放一整圈的彈藥輪盤 那基本上從任何角度射入的金屬射流 都很容易引爆彈藥 導致整台車爆炸 順便把車主研送上天 從過去交戰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 北約主戰車並不是不會被命中、摧毀 甚至是引爆彈藥導致車體大爆炸 但最大的差別是通常發生爆炸都是在車體 命中之後持續燃燒中的高溫所引起的 這代表車主員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從戰車中撤離 保護車主員的安全 同時在裝填速度上 法國人的設計更是具有絕對優勢 舉例來說 同樣是自動裝填的772或T90 法國的裝填機可以做到4-5秒一發 120毫米戰車炮 而俄國裝填機的平均裝填速度大約是7秒一發 然而與俄國戰車相同的 則是自動裝填系統損壞時 兩者都可以進行手動裝填 但是手動裝填的時間就會從幾秒一發 變成每分鐘一到兩發 嚴重影響到作戰效率 一般在作戰上 如果裝填機損壞 標準的流程會是馬上退出戰場進行搶修 而不是硬著頭皮繼續用風險高 裝填速度極慢的戰車炮繼續作戰 這當然也曝露出一直以來 越高科技的裝備 越容易在複雜的戰場環境中出世 法國戰車因為裝備自動裝填機 與俄國戰車相同 更容易在戰場上因此喪失作戰能力 而且相較於美國的黑叔叔自動裝填機 勒克萊爾雖然總共可以攜帶40枚炮彈 但是只有22枚位於自動裝填機之中 其他的彈藥則是裝備在駕駛右側的彈艙之中 如果自動裝填機的彈藥被打完 就需要由砲手手動補充彈艙內的彈藥 然而這代表的是 並不是所有彈藥都被裝備在砲塔後方的防爆艙內 駕駛右側裝備個彈藥架 配上車體前方較差的複合裝甲布局 穿甲彈從車身前方的右側貫穿 那這輛車就很有可能被引爆彈藥 把整車組員一同帶走 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減少彈藥的攜帶量 如果把右方的彈藥架清空 就可以確保彈藥被引爆的情況不會發生 但同樣也代表 法軍只戰車將會面臨彈藥不足的問題 畢竟這代表勒克萊爾只能裝備22發被彈 11發穿甲彈以及11發多功能高爆彈的確非常不夠用 全速射擊不用三分鐘就可以把炮彈全部打完 華國人需要在生存性上以及火力上做出選擇 因此法國人需要想辦法在其他方面強化主戰車的生存能力 而體積小的另一個優勢就是集中強化裝甲防護 二國戰車車體雖然也較小 但是因為同樣的也因為車重較輕 所以裝甲防護上無法與北約主戰車相比 畢竟在假設雙方的複合材料技術差異不大的情況下 重量越重 裝甲防護能力理論上越強 而法國戰車則是保有 暴二以及艾布蘭相同的重量 大約是55噸左右 這就代表在車體更小的情況下 可以有更多餘運來強化防護 勒克萊爾車體以及砲塔全採用全焊接製程 除了底層的氧化鋁陶瓷 以及高硬度鋼材組合而成的複合裝甲之外 砲塔以及車身四周還可以加上模組化的複合裝甲 在砲塔四周、砲盾、車體正面、車體側面都可以裝上附加裝甲 無論是安裝以及拆卸上的難度都相當低 可以根據作戰需求進行戰場模組化改動 車體側面的側裙保護面積也相當大 側裙下方有額外的橡膠板 來降低行進間塵土非常問題 八塊側裙裝甲板中前三塊為複合裝甲 後五塊則是軍直鋼板 除此之外為了要更有效的保護車主員 除了剛剛提到的彈艙以及戰鬥士之間 有防暴隔艙以及車頂而卸壓板之外 標配的自動滅火系統 也可以在10微秒的時間內 偵測出火源並對其撲滅 同時為了要降低戰車的紅外線訊號 不只讓車體外部覆蓋紅外線抑制樹脂塗裝 同時讓引擎排出的熱氣 可以與外部冷空氣先進行混合再排出 來降低整體的紅外線訊號 降低被熱成像已發現的機率 這部搞的篇幅過長已經超過7000多字 所以需要分成兩部影片上 我們會盡快在這週推出勒克萊爾的下集 討論這輛戰車的火力、現代化升級 以及是否能在現代戰場上存活下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